那個 不好意思 就是呢 每一次講到這件事 我只有一句話 就是說 基本上我就是一個傻子 傻子才會做這種事 但是我覺得現在社會上 太需要傻子了 所以呢 大家聽到我的那個歷程 就知道我一直在做傻子 所以 其實我還做得蠻開心的 那 我也要告訴大家我還會繼續做 真的嗎 但拍片真的好花錢 我看你又去日本路而倒 這應該是大批人馬在回去這樣 這個歷程 當然花了不少錢 但是 其實我做過那麼多事 我也知道他的 預算啊 然後需要花費多少錢 然後什麼等等 但是這一路走來 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不論你做什麼 你只要想做 然後你認真去做 都會有人來幫助你 真的 所以 一路上就很多的朋友 伸出援手 對 那我相信繼續還會有的 對 那你的那個信念 跟建築夢想的那個 真的非常非常的強大 甚至 甚至 甚至你的好朋友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理想 那 我們其實剛剛在片中也看到 好 哈囉 哈囉 好 那接下來歡迎的是翁佳薇 哈囉 佳薇 好 佳薇在戲裡面就飾演的是東東 好 那接下來歡迎的是廖小彤 哈囉 小彤 好 我已經可以知道這部片子你們很 絕對會很喜歡 因為男的很帥耶 有巴比歐耶 然後女生又好漂亮 對不對 就是一部很賞心悅目的電影啊 好 那我們要請三位也要跟大家打個招呼好嗎 各位記者媒體 大家好 我是哈比歐 我在這部戲裡面演的是李昂 李昂 嗨李昂 嗨李昂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宋佳薇 我在這部戲裡面演的是東東 是東東 大家好 我是廖小彤 我在這部戲裡面演的是尚玉 尚玉 對 那其實今天還有兩位演員 因為工作的原因沒有辦法到現場 一位就是李懿杰 李懿杰在戲中演的就是西敏 那西敏呢 跟東東就是他們兩個 一直在靠書信對話的 他們兩個是好閨蜜 那但是呢 這個西敏呢 又跟他 又有一點點小小的 有點爭風吃醋 有一點點小小情敵的感覺 他們兩個其實是同事啊 那另外西敏又跟他 你看就是錯綜複雜的愛情 所以劇中呢 又有了一些 有一點點小小的親密戲喔 歡迎大家進詩院裡面去看 那另外一個就是小鮮肉啦 一個日本中日混血的小男生 各務小泰 那今天也沒有辦法到現場來 他就是我們的東東的這個異國戀曲的 應該算是 在劇中是姐弟戀對不對 所以讓你一直沒有辦法 跨出去接受這段愛情 很需要非常大的勇氣 是 好 那當然呢 今天很可惜他們兩位沒辦法來 但是呢 由你們三位來幫我們好好的來 介紹一下這部電影 不過呢 我覺得 在介紹這部電影之前呢 其實 我相信其實 導演呢 是一部電影的最重要的靈魂人物 因為導演的敏銳的觀察力 以及在你的創作力之下 成就了一部完美的作品 所以導演你怎麼去看 你們當初在casting的時候 怎麼找到這三位 或者是你發現他們三位 他們有什麼樣子的特質呢 我這一次 我首先說 我這一次 遇到這些年輕的演員 我真是蠻訝異的 抱歉 因為他們 實在都 我覺得太優秀了 那但是呢 當初我在找李昂的時候 其實他是有困難度 因為我要找一位法國人 但是會中文 對 所以 當馬上 立刻有人告訴我說 有一位叫法比歐 其實我不認識 很抱歉 然後我看了他的帥照 我就說 不可能 這位直接刪除 這位不可能 對 第一次去見面說 不行 蛤 應該很挫折吧 我這麼帥耶 居然 不行 沒有 他 第一次來的時候 我其實已經跨過一個台階 我根本沒有想要見他 因為我覺得 我沒有要找這個model 那麼帥的一個法國人 顯得是帥家 是因為他太帥不找他 太帥了 太帥了 我覺得他帥也是一種錯 對 有一天我就 休息的時候 我就想說我再來逛逛吧 然後看了他的FB 他私底下有他不同的面貌 是 那我就想說我不要這麼主觀吧 然後把他找來問問看 這樣子 那我就說你太帥了 我媽媽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 太壯了 對 太壯了 不要 muscle 重也不行 帥又不行 做人好難 我不要金髮 不要金髮 然後我要紮紮 然後我要你戴個眼鏡 就是不是發表 然後我要髒髒的 沒有髒髒的 我說你可以嗎 他說 我可以 對 他說我非常想要演戲 然後就把他的內心話告訴我 然後我就其實看到他的 非常強烈的一個 想要去演戲跟擔任這個角色的 這個決心 對 所以我就看他後面的表現 就他真的是很棒很棒 對 他讓我很驚訝 是 好 那再來 那我們的佳薇呢 佳薇呢 佳薇呢 因為他的 是一個比較 比較算是新的語言 所以他的 我沒有辦法從他的一些東西去 去考量他 是不是可以擔任這個角色 那我就從他開始認識他開始 那首先呢 我是看 大家看他的一些資料 那我發現這個女孩子很難得是 她可以非常的 外型她是非常的多變 很少有人可以 詮釋任何的樣貌 她都成立的 那佳薇可以 這是一個我覺得她非常難得的地方 再來一個 後來才知道 她是 學古典芭蕾出身的 對 那因為我小時候呢 我有學過舞 對 所以呢 我非常佩服 學芭蕾舞的 對 因為 你知道他們要 必須要有非常堅韌的 毅力 對 然後他們要非常的要求完美 是 所以我相信他有這樣的特質 但是他為什麼不是演西銘啊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為什麼把它設定為風格 就是很瘋狂的 因為東東 是一個非常無厘頭 對 一個非常 勇敢 去追求 多變 多變的 對 然後不定性的一個女生 那時候設定 但佳薇來講 他其實 某部分的特質 比如說他學過舞的人 他的肢體 就不一樣 你不用擔心的 是 那演戲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看到說 這個肢體怪怪的 可是通常 學過舞的人 不用擔心他的肢體 是 所以他可以解放他的身體 對 那東東的有一些條件 他是存在的 是 那但是他的個性來講 不瞞你們說 西銘呢 是 就是 加威 東東呢 就是 義傑 對 他們兩個是顛倒個性的 是顛倒的 所以我剛才去試驗的時候 還以為我是要試西銘 對 對 跟我的疑問一樣 這個就變成說我的考驗 那但是我喜歡挑戰 因為我覺得我要找 義傑如果用他原先的面貌的話 是 那就不好玩了 對 是 所以 那聽聽看家衛 我自己的話就是在接到東東這個角色 其實 我覺得非常的困難 因為我平常是比較 真的是會想很多的一個人 對 所以像東東他就是也很直線 就是無論有什麼東西 他就是一個目標在前面 他就不管旁邊有什麼 但跟我平常是差很多 所以在做角色功課的時候 其實 當下是去參考了很多 比如說像電影啊 或像參考導演 其實我參考了很多導演本人 導演本人 對 傻嗎 怎麼說 就是私底下的導演的樣貌 還是他曾經的作品 他私底下的樣貌 導演是個瘋子就對了 他是 他是一個水瓶座的女生 然後我就把東東設定為水瓶座 就是 突然你要往那邊走的時候 他會突然又往這邊走 就是他完全是一個無理頭 沒有辦法抓得住一個狀態 所以你飾演的是導演年輕的時候 我自己這樣設定啦 對 然後也期待來一場 這個異國之戀 開玩笑 對 是 好 那另外呢我們的尚玉對不對 日曉彤 尚玉大家 我不曉得大家年紀如何 但是我們在80年代有一種女性 像胡瑩夢 她有那個妻子 她是當然有前衛 然後比較時尚的 對 那碰到小童 我覺得她外表我完全不擔心 那我就是在看她 是不是有這樣的特質 對 那小童 我發現她 她是完全不是學戲劇的 對吧 對 然後高學歷 然後但是呢 她給我感覺就是 她一心一意就是要往戲劇圈發展 我就覺得這個女孩 也是瘋子 對 對 對 所以我就很快的就決定了 那個 尚玉的這個角色 對 然後 另外令我非常的驚訝的是 其實尚玉在做 小童在做那個角色功課的時候 寄給我一篇她 她做得非常的好 真的 我前一陣子還在找這個資料 她寫了什麼 對 她寫了一篇她如何 要分析這個角色 然後 那一篇其實有點遺失了 我們很想珍藏她 是 我會再不記得 哈哈哈 好 那其實你們三位都各自對這個角色也做了不同的功課 其實可以看到 比如說像是東東跑去了日本 等一下 一樣一樣 對對對 比如說東東跑去了日本對不對 所以呢 她會講很多日文 那我覺得你好像在戲裡面就稍微的比較輕鬆一點點了齁 會嗎 有嗎 其實 因為導演 因為這個上去這個角色其實是很多才多藝的 是 所以呢 除了語言這個功課之外 那時候我還學了太極拳 啊太極拳 對 而且還有學一些烹飪啊 像是怎麼樣做餃子啊等等之類的 哦 對 然後因為 後來我跟導演聊到的時候才知道說 原來她以前有接觸過太極拳 所以她有想到說 可以透過太極拳這個部分 來為角色添加一點 是 她的特色 所以呢那陣子呢 就是有跟著劇組一起去上課 除此之外 就是在平時如果我沒有工作的時候 每天真的就跑去我家附近一個公園 然後我就開始在大圈 去感受風 因為這個角色她是 她已經是滿有自信了 因為她已經很享受她 她30歲的那個階段的自己 所以她跟我平時的樣子也很不一樣 因為在那個時候就是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其實我是比較沒有什麼自信的 對 對 雖然可能一般人 偷偷地打太極拳 真的 就是一個這個位置 然後就呼吸 對 這個 其實這個 這個片子裡 演員們其實都很勇敢 是 他們學了 八八五一 對 他們學太極 對 像那個 巴比歐 學的可多了 你學了什麼 蘇東波 蘇東波 還有東波肉 因為我對這部戲裡面就是 我對東方文學有 有興趣的 所以其實我都去做功課 就是去了解多一點蘇東波領域堂 然後 你現在還能夠唸得出來 劇裡面的台詞 關於蘇東波的嗎 蘇東波 我裡面就是 大江東曲 大江東曲 浪濤 浪濤 真舞 豐有人舞 哇 好厲害耶 厲害厲害 然後 除了 設置之外 也有彈吉他 對 唱歌 寫書發 寫毛筆 對不對 所以是那時候 因為我們就去台南 這是一個很有歷史的城市 所以那時候真的是 真的有進入那個 1980的 文化跟生活上的 對 好 我們可以在這部戲當中 看到了很不一樣的馬筆 它不是